各位姐妹,今天选择的圣经金句是由雅各百章出现一火星,来自户籍纪二十四章十七节。 这一段读经先要解释一些背景,因为我们未必很明白。 当时背景就是说以色列民族在梅西的大令下出了埃及,过了红海, 在抗野里面,他们遇上了一些外族,其中面对着一位摩亚暴王,他见到以色列民族很厉害, 于是他去远方找了一位术士叫巴郎,巴郎术士来做什么呢? 为他咒骂以色列民族。 谁知道巴郎来的时候,他果然有功夫,他看到上主降伏民族, 于是他本来要来咒骂他们,反而他变成祝福他们。 于是就有我们今天这一段读经,《胡植记》二十四章的这一段读经。 他说雅各伯要出现这颗星,很明显教会将他放在张临旗里面中读。 即是说出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圆满了实现。 他就是巴郎术士所预言的,在雅各伯要出现的这颗星。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,其实是说出望德,那种希望的美德,盼望的重要。 即使是过了这么多年,由出埃及,以至到耶稣诞生,过了多少? 二千年了,可能是千多二千年了,是吧? 但是呢,天主的计划一定会实现的。 我们有时面对很多的困难,障碍,黑暗,痛苦,好像没有希望那样。 但是我们能够失望,不需要绝望。 我想起呢,一个图像,一棵墙。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棵墙,觉得没有希望。 冰冷的,坚硬的,高大的。 怎样可以跨越过去呢? 就是没有办法。人生好像有时是这样的。 面对这样的情况。 不过呢,在我们世界上有一棵墙很出名,哭墙。 在耶路撒冷的哭墙。 好像是提醒犹太人,他们的恥辱,他们的失败,他们的痛苦。 不过竟然他们在这棵墙,找到蜡蜴。 可以将他们的祈祷文塞进去。 哇,这个图像真的很厉害。 这个图像。 现在哭墙成为他们祈祷的地方。 什么时候一个人祈祷呢? 表示他还有希望。 因为他的希望是来自天主。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, 让我们上怀盼望。 因为由雅各伯将出现一火星。 户籍己24章17节。